战火马上点燃 今天晚上第一位要登场的 就是我们F1的Jamae 黄欣怡 带来的参赛歌曲 是要献给外婆的认错 Zither Harp And I'm believing 是我放弃了你 就为了一个没有理由的决定 以为这次我可以承受你离我而去 故意让你相信却自动自己 一个人走在我们几点的太悲喜 等着心情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 I hear myself 与着面对出梦中的你 而明天只剩我哭泣的心 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 我不愿意 叫彼此都在孤独里人间相信 我又怎么要送你 我还爱你 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 一个人走在晚吻 西天的台北西地 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 I hear myself 有整夜追逐梦中的你 如明天只剩我哭泣的心 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 我不愿意 叫彼此都在孤独里人出伤心 我又怎么要送你 我还爱你 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 叫彼此都在孤独里人出伤心 我又怎么要送你 我还爱你 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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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爱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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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点燃战火的第一位参赛者 我们的Jamine深情演唱的认错 费回老师觉得怎么样 Jamine一向来呢 从这个Audition的时候一直到现在 其实都是以比较稳健的整个舞台 还有歌声建称 我对你是很有期待的 那上一次上一回 我有说过 其实你唱歌的情感不到位 那今天我听你唱歌 其实情感是对的 你的情感是对的 可是你很多技巧上的错误 我相信你自己也知道 其实一开始你就已经 我觉得你已经太慌了 一开始 然后你后面其实有尝试很努力的 想要把它挽救回来 但是我相信参加比赛的人 其实他们每一关过的话 他们都会挑战难度比较高的歌 那一关一关 挑战那种难度高的歌 你就要明白到 难度高的歌也是有它的危险性存在 所以刚巧你今天就碰上了这个问题了 这是我觉得你可以把这首歌演绎得更好 但是就是在很多的处理方面 稍微有一点偏差 那音准方面也是有很大的问题 好不好 继续的加油 谢谢 谢谢 谢谢佩辉老师 那裕仁老师呢 听了刚刚这首认错 你的想法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也觉得你通常都很稳的 可能今天你就是尝试不一样 把那个feel唱出来 当然我觉得是好事 因为这个feel其实比技巧重要 所以如果你一直往这个方面一直练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会越来越好 然后我觉得其实这首歌蛮 我觉得很interesting这个choice 因为这个跟那个原唱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是是一个好的开始 努力应该得到的 谢谢老师 两位绝对评判其实都语重心长 点出了一些能进步的地方嘛 那身为导师 我们的佩芬老师呢 有什么建议的 我反而认为她今天唱得很感动 谢谢老师 真的 这首歌是旋律非常的美丽 那她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去唱这首歌呢 我觉得是有新鲜感的 当然在技巧方面你可以再加强 但是重点就是你可以把这首歌的 要送给你阿嬷的那番心意 认错 你那些任性你真的没有感受到 你阿嬷应该是为你骄傲 其实我相信哦 刚刚不只欣妮在台上唱歌的时候会紧张 在台下呢 因为我没看到爸爸妈妈 还有我们主持人都一样在那边紧张吧 对对对 没错 因为我看到她的努力啦 白天啊 晚上都在练歌很辛苦耶 然后重点是要问妈妈 有没有什么鼓励的话要跟她说 Jermaine 我觉得你行的 一句话你行的就涵盖了一切哦 所以有了家人的这个支持之后呢 希望Jermaine会越战越勇 再次给Jermaine掌声鼓励鼓励 好了那我们今天晚上第一位参赛者呢 已经登上了我们的绝对舞台广告之后 另外四位将会登场 千万不要走开了 待会要